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尝一尝 开江鱼 到了啊 这是我身后这家 小布点鱼管 冰江西路 279号 走 进去尝尝 这时候都是咱们松花江的鱼吗 松花江屋是一样的 它家基本都是鱼 很少有带肉的菜 是不是跟鱼有关系的 今天咱们不是吃开江鱼吗 开江鱼就是这些啊 冰柜里这些都是开江鱼 现在啊不是放逃时间没什么人 但是啊环境挺好的 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小店啊 这店挺大的 刚才啊那个服务员说 他家这个店二十多年了 一会儿尝试他家味道怎么样 现在上了一个菜了 这个菜叫红烧鱼杂 他家这个菜啊 看上去非常有食欲 他家这道菜啊 还没等吃呢 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而且这个香味我已闻到了 这个颜色色泽上 非常的有食欲 我认识真行 这个啊就是他家的特色菜 杀生鱼 杀生鱼呢是贺哲族 最讲究吃鱼的方法 接待客人的时候啊 常用鲸鱼做杀生鱼 表示啊对客人的深情的尊重 这个杀生鱼啊菜码是够大的 看多大 这个啊就是开浆鱼 我们松花浆的鲫鱼 这个是红烧的 它这个鱼啊是按斤卖的 三十八一斤 这个是香煎白鱼 来吧 美食绝不独享 价格必须厚到 我来揭晓一下 我今年的鱼宴多少钱啊 这个杀生鱼呢是四十八一盘 这个鱼杂是五十八一盘 这个是按斤卖的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是三十七这一盘 这个便宜了啊 这个是九块九 九块九 一桌呢可以点一个特价菜 这个生煎鱼啊就是特价菜 九块九 受不了了 抓紧时间吃吧 尝了 酸 酸酸 辣辣 味道不错 它这个味道啊就是酸辣烤的 味道呢接近于咱们吃的凉菜 它这配菜啊比较多 你看看啊 黄瓜丝 辣椒圈 土豆丝 还有原葱 干辣椒是提味的啊 还有白芝麻 它这里边的生鱼啊是草鱼 我们东北人当地人呢管这个种鱼叫草根 嗯 真不错 味道不错 来吧 咱们尝尝它这个草鱼杂 看上去是非常好吃 嗯 好吃 哎呦天 好吃好吃 它这个菜啊应该是爆炒的 鱼的腥味啊什么都没有 没有腥味 只留下的很香啊 味道就是香 咱下饭 尝尝我们的开姜鱼 这些就有刺了 这个菜啊这个是鲫鱼啊 烹烧的 跟这两个菜既然不同啊 两种味道 这种做法呢 就能吃出来鱼肉的鲜美 和鱼肉的滑嫩 这个啊就得空口吃了啊 不用吃大米饭了 这是能喝酒喝点酒 那是没比的了啊 香鲜白鱼 一条鱼掰开来哈 一条鱼掰开来哈 这个鱼啊就是烧烤的味道 烧烤店烤的鱼那种味道 上面有什么呢 芝麻 紫然 还有辣椒粉 它这鱼啊煎的是外焦里嫩 外皮非常酥脆 而且口味稍稍有点重 这个这个适合喝酒 这几个菜啊 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 其次就是这个 沙生鱼 再有这个开箱鱼 这三个菜 嘎嘎嘎嘎 这个生煎鱼这个 挺普通的 一般店都能做 这个挺普通的 吃完了 我们两个人呢 一共花了一百五十八 又正常啊 不用点这么多菜 两个菜多多了 我这事啊 不想看视频 但是啊 人均呢也得三四十块钱 并不贵 贵啥呀 因为抬头是野生鲜鱼 我快吃完的时候 老板说啊 我看过你的视频 不认识你 所以说啊 老板就收了我一个成本钱 一百五千 这是一家不错的鱼管 来加姆斯啊 顺道可以上他家 品尝一下 好了 咱们继续找美食 出发